在公路、河流和异道上寻找西南连大 杨潇 第三部分 前 第31章 黄果树、观岭 被静怠化的西南山水 像黄果树瀑布行李 中国的旅行杂志要帮助最大多数的逃难人民杠做梦 也不会想到西南山水的雄奇杠iPad的银鞋之感 看天书有此去 芭蕉甘蔗与和欢 偏偏然有西班牙少女之古风 烫白菜与烹白菜 在银银如豆的17世纪菜灯下 由镇宁到观岭 黄果树乃必经之路 中国最大瀑布的气势令人惊叹 徐霞克当年曾向这渴望而不可及的飞流拱手致力 概于所见瀑布 高峻树被者有之 而从无此酷而大者 但从其上侧身下看 不免神怂 数十米内点滴如雨 阳光投射在体链上 曲折反射 大雾顿成了美丽的红光 七色的弧线跨在溪水上 如天堂的浮桥 这是潜能心笔下的大瀑布 湘前边旅行团不少人在观铺亭久留不去 直到团长派人来催换 才继续登城 这一天是杨士德 21岁生日 礼物是瀑布美景 外加开水三碗 甜酒一碗 欣赏美景的同时 学生们也讨论了 利用这瀑布发电的可能性 学土木工程的杨士德 觉得沟底面积太小 很难建设电厂 于道难感叹的是另一件事 如此一流的山水化 却藏在荒凉寂寞的山果里 绝带佳人 幽居空谷 当林鉴赏者不知能有几人 抗战爆发之前 西南交通不便 哪怕是出名的黄果树瀑布 能抵达者也非常有限 1938年11月 旅行杂志推出西南专号 在这期的书后 编者解释了创刊12年来的内容 说关注的名胜还是在交通便利的地方 春天游西湖 夏天到海边避暑 秋天上天平山看枫叶 冬天在家里围如清化 走远路是一件大事 所以东南人士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西南山水的雄旗 由统计为证 已经发表的1500多篇游记中 写湖南的只有9篇 写广西的10篇 云南也不过9篇 贵州甚至只有4篇 再读一读内容 湖南只说了一个横山 广西则撞树桂林阳朔之盛 云南描摹了大关楼与滇池 贵州的技术 犹带一点神秘的意味 这实在太平博可怜了 终日战事 我锦绣河山 竟被摧毁半壁 现有西南各省 是我国的上坊 是我国的内室 是宝藏的仓库 是生产丰富的田园 在西南专号名为 西南事件国的田园各评论里 杂志主比孙福熙如此开头 在另一篇文章里 他说 中国的旅行杂志 特别要帮助最大多数的 逃难人民的旅行 安抚尊荣的公子小姐 大肚皮老班们 您是里不想离开他们舒适的公馆 现在 城市乡村接触了 这两种生活的接触 除非绝对麻木不仁的人 必定先在思想上发生疑问 既之以实际上很大的影响 这影响 也许是很坏的 但我们可以设法 使它成为安全良好 它号召大家打破地域观念 因为中国是整个的 不可分的 西南的同胞不要埋怨难民 同时难民也不要以自己的成见 灭视当地风俗 从1938年开始 旅行杂志开始陆续刊登 如何前往西南大后方的实用类文章 以及大量技术川前巅人文 与自然风景的游记 越来越多的西南风景 进入主流社会视野 换句话说 西南之壮丽雄奇 固然与自然风光底子好 以及少数民族的神秘有关 但更重要的是 这里的风景是近代化的 如果说所有的山水都是被文化创造出来的话 那么西南山水的塑造 与中国的近代史密不可分 当我徒步于这里的高山峡谷之中 脑子里跳跃着的是蒋梦林 老舍 张恨水 罗长培 义君佐 齐邦元这些名字和他们的山河岁月 我借助这些从未见过诞生感亲切的山水 虽然无处不在的水电站正渐渐毁掉他们 一次次的访问历史 各种情感恰如走在这条路上的木旦所写 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 多少年来都是一样的无际的原野 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 这不可测知的希望是多么固执而悠久 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和辽远和 第二天 离开黄果树景区西行七公里左右 我到了一个较急功倍的地方 前方公路有一个急扑左转弯 拐过去 一座几乎横跨天际的红色大桥在头顶出现了 我在一些记录巨型工程的影片里见过它 著名的霸林河大桥 桥面至谷底霸林河水面三百七十米 长若隐若陷于云雾之中 此刻天气不错 巨大的悬拉桥一览无余 从高空驶过的在重大卡玩具大小 龙龙声则如云中闷雷 对面就是观岭 这座大桥所跨越的大峡谷 在军阀争斗的年代 一直是对之所在 1929年春天 贵州省主席周西城率领前军在此与李深率领的滇军作战 36岁的周死于榴弹 经营贵州的满腔雄心化为坡上的衣冠种和贵阳氏中心举目远眺的铜像 阳氏德和于道南都提到了周西城衣冠种 就在激宫被附近 有时刻滑表和六角式碑亭 碑文续其生平 不过这些我都没有看到 按照观岭县制的说法 文革中 碑 亭 滑表军被打碎 败台吉木种上号 金木石所剩无几 钱能新提到的红颜碑还在 由公路左手小道而上 三四旅 极致 不过现在改了个更吸引眼球的名字 红崖天书 在一个卖琵琶的小铺左转 眼两旁长着高高芒草的平整柏油路上行 走了几百米 芒草味盛放的白色夹竹桃取代 还有椰蔷 木兰和一丝野花椒的植物 只是不怎么成串 颗粒也小一些 就一颗显然还没成熟的青色果实 捏一下 出来的香味特别醒脑 用APP识别 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竹叶花椒 离开车辆不断的国道 鸟叫虫鸣 包括禅鸣声都纷纷冒了出来 左手高山语言壁 右手两重悬崖 往下一级是320国道的超长大下坡 再往下是霸铃和切割出来的深且宽的峡谷 村庄和香道沿河而建 前方则是前西南无尽的蓝色群山 峡谷对面山坡上观领二字 在太阳的映照下意义生辉 拐过一个弯后 我看到几个往回走的中年人 他们本来也是要去看天书的 女人走累了 又担心左侧山崖飞时 就打了退堂鼓 男人满心遗憾 不断扭头回看 这里确实落实不少 有的把柏油露砸出了坑 但个头都不大 倒也不觉得危险 事实上 在人挤人的黄果树景区 度过了一个上午后 来到这种环境里 你只会觉得太自在了 那种典型的景区美则美意 你很难把自己和风景交融起来 可能唯一的连接点是相机 脖子上的相机 手机上的相机 iPad上的相机 尤其是举着iPad拍照的 每次看见我都有一种银鞋质感 多半是受到村上春树影响 忘了他在哪里说的 在电车里埋头玩iPad 感觉就像是在自卫 两公里后 柏油露到了尽头 这是一处空地 小麦不关着门 大树一棵 下树本树出售 右边石头上 有看不懂的天书 雕名复制品 心头一惊 人物不会已遭破坏吧 问树下逗小孩的中年男子 他指着灌木丛中的一条小径 往上再走二十多分钟 你看到那块红色的岩石没 抬头望牙 游在半空中 走向荒草径 才见有木牌提示 看天书 嘘 感觉六字颇有馋意 小鹿几乎全为灌木覆盖 走了没多远 一株高山绒下面的草堆 发出激烈响动 好像是有一场搏动 还不断有小的草粒飞出来 也不知道是什么动物 硬着头皮往前 飞出一只很大的黄尾巴雀鸟 我可能惊扰了他的洞房 又或者他被什么入侵者赶走了 继续往上 回看对面峡谷 已和观岭新修的楼盘 同一高度 海拔一千零二十六米 我见几堆牛粪 还有烂掉的琵琶和花朵 一种从没见过的灰色花斑点蝴蝶 在脚下飞舞 越往上灌木越密 回头已不见峡谷 完全在树丛间穿行了 禅明很想 两旁各种植物 随时用各种方式跟你打招呼 蹭一下你的胳膊 拍一下你的肩 至于半腿 简直都不是事 我穿的是普通的徒步鞋 只适合平路 在这高高低低满是大小石头的土路上 还得随时提防崴脚 耐心快要耗尽之际 一大块刻着各种字符的岩壁 出现在眼前 和山下所见的红色不同 岩壁静看发黄发白 还有水字过的黑色 天书飞涓飞客 飞阴飞扬 飞转飞 从明代起 就有各路学者考据出处 最早的说法是与诸葛亮南征有关 旅行团经过时 当地百姓还称其为诸葛碑 后来又有大宇治水遗迹 夜郎文化遗迹 苗仪民族文字等多种说法 甚至还有人说 他们是外星人留下的文字 但可以确定的是 比较历代踏本 自然和人为因素 在过去数百年里 已经大大的改变了天书模样 最严重的一次破坏 发生在十九世纪最后一年 光绪二十五年 用宁州之州徒步取命属下 托取碑文 下属为求一劳永逸 雇用泥水降多人 先将碑文字体勾勒出轮廓 再用胶着性极强的铜油 扮上新鲜石灰 屠夫隆起 使言突自凹 如捐克之状 待铜灰凝固后 映如坚实 然后按锤拓公益 一张张取样 此事很快引起 地方乡身愤慨 扬言尚告 徒步取为平息于论 一边令人将铜油石灰斧削刀枣 无法剔削干净 又在山上安大锅烧水 用沸水洗涤 如此一来 崖面斑剥落梨 自己漫幻难辨 我是后来才读到这段历史的 不知当时所见黑色水字文 是否就是这位之州的杰作 而时任贵州提督徐应川 就是在安顺华严动提字飞檐的那位 文西此事 前往省市 见盐尖尚有空隙 穗大书一虎字 混入天书 我翻阅当时所拍照片 没找到那个虎字 但这类已尴尬 终结荒唐的故事 似乎利眠不鲜 下山时我走得很快 没多久再回望红崖 已在非常高的地方 停下来看远处的霸林和大桥 那些重型大货 仍然像玩具车一样缓缓前进 但在这里 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现代文明总是熙熙攘攘 难得见到一种它的表征 是如此郑重其事的安宁 四点 我回到了卖琵琶的小店 由此入320国道 像玩速降游戏一样 开始下那个通往谷底的超级大坡 我依旧走得很快 随着海拔迅速降低 路边出现了不少芭蕉和和欢树 脏兮兮的洗车店门口 巨大的仙人掌 开着橘红色的花朵 不远处已是谷底 从国道过河处 往里走一公里 是当年滇前公路的咽喉 而今的霸凌老桥遗址 老桥残破的桥墩上 长满了灌木 河水清浅 一路往南汇入打邦河 又汇入北盘江 最终汇入珠江 永宁周智里提到此桥以河为名 是通滇要道 水湯急不可涉渡 往来行李闲并涉烟 西人见桥骑上 不知创子何年 黄果树盘根侧结于桥之上 游人气气下 往往流量而不认去 八十年前 旅行团经过这里时 桥上干着滩林立 多是水溪苗女所设 对于来往关锁领行人来说 此地有树有水 是顶好的休息场所 潜能心与同学们 在桥上的树荫下坐着 看着汽车在两旁的高山上 盘旋而上而下 别有一种感觉 世界上只有人力是伟大的 在他们休息时 一群花苗少女 下关锁领而来 衣服的刺绣甜静而清秀 不像一兜少女的 那么花艳而富诱惑性 长裙白底兰花 手腕竹篮 偏偏然有西班牙少女之古风 奇桥之树早不见踪影 我也没有看到 宛竹篮的苗族少女 路边倒是有甘蔗滩 五元一根 可惜滩主居然没有带刀 我茬而无从下嘴 公路旁种植着大片南瓜 血橙和柚子 这里已属低热和谷 光热充足 有着贵州不多见的凉田 八十年前这里 大概摇曳着成片的樱树花吧 一位农妇正弯腰照料着 我不认识的某种叶子肥大的庄家苗 问它是什么 橘子 它用方言回答 真的吗 是什么橘 大红橘 它会长得很高吗 它比了个手势 到大腿处而已 我更奇怪了 哪有那么矮的橘子数 你说的是一种水果吗 不是 是蔬菜 不是说是橘子吗 是橘子 是蔬菜 真的是橘子 嗯 我突然想起 我可以用APP识别的呀 扫描之后 是茄子 哦 你说的是茄子 是的 是橘子 在霸林老桥回望霸林河大桥 又有一番感受 那个红色的巨无霸 现在缩成明信片大小 不重要的嵌在天边 向西还得翻山 关锁岭植被不算茂密 还在下击功倍时 我就注意到对面山腰有只字形划痕 落在非常陡峭的坡上 旅行团是走小路直接翻越关锁岭的 比公路近十八里 大约走的就是那条路了 后来才知道 小路也有两条 一条是关道 一条是比小路还难的小路 当地村名叫做陡坡 只有不负重时才可以走 超近道者往往走陡坡 走之前要笑一番人比车快 但到山林骑径时 只好承认 这五里高坡 实在比三十里平路厉害 哪怕是浓雾夹着细雨 每一个人头上也都冒着白烟 也不知道在雨中休息了几次 这哪里是爬山 简直是上天梯 从抵达桂阳算起 旅行团已经八九日没有爬山了 看见不免皱眉 而他们所经过的山 又属关锁岭最难爬 到了后来 走二三十步便要休息一次 天气又热 困苦之至 有一再严的马 尽倒在地上 清华经济系大三学生蔡孝敏 身长且瘦 走起来剑步如飞 同队的清华气象系大四学生抗玉锦 清华队学系大三学生白祥林 是少数跟得上他脚步的人 于是三人获赠绰号抗白菜 与抗白菜同称四骑士的 则是校篮球队的全广辉 不大其吻 登山如履平地 同级土木系 排球队的欧阳昌明就略逊一筹了 用尽吃奶力气 跑得汗流加倍 气喘如牛 仍望尘莫及 不过最惨的要数 清华政治系大三学生 施养成 途中曾因生病不能走路 只好绑在卡车之行李卷上 病愈后因其体胖 行动不便 顾梅婉总是最后 才能盘山到达塑营地 旅行团中 不但有抗白菜 还有烹白菜 烹是南开外文系大一学生彭克成 因为不爱讲话 国德大哑巴绰号 但一张口 就是高水准的男低音 后来 在给蔡孝敏的临别赠言中 他写道 在咱们旅行团里 我是第一分队名誉队员 有人说咱们烹白菜 你可还记得 这个菜总得用这三样原料 才做得起来 那么什么时候 我们再能凑起这个好菜呢 天色已晚 我决定在公路旁搭车上行 接近县城处 有小路岔出 我在这里看到了 此行最多的指路碑和将军键 十多块石碑 密密麻麻排在路边 县城海拔 又回到了一千米以上 前方路牌显示 秦龙70公里 果安121公里 盘线196公里 那么云南就还在200公里开外呢 到酒店 还没换鞋就急着摘掉 不合适的呼吸 果然又腿膝盖内侧 被勒出了一个半透明的水泡 像是被什么东西折的 为了犒劳自己 外卖多叫了一份羊枝甘露 可惜送来的只能叫 冰激凌柚子和芒果盖糯米饭 在关岭 乡前滇旅行团分住银房和民房 住民房的少不了 又要闻一宿的鸦片威尔 一年以后 曾与旅行团一同徒步游乡入前的七长城 也来到了关岭 他被报社派赴香港 坐汽车从贵阳前往昆明 再由滇月铁路出海 行到关岭时 车坏了 七长城不得不和一车乘客 在这里住了两天 关岭并非预定速站 没有旅店 只能投宿明家 一间狭狭的小厅房里 门板上 草席上 竟挤满了十几个人 不分男女 都穿衣而卧 老板娘为客人们煮汤烧水 先生们 是由贵阳来的吧 日本鬼子太混账了 听说把贵阳城炸得好惨 在淫淫如豆的十七世纪菜油灯下 大家静静地听着这位老太太讲她的两个儿子 都去前线参军的故事 抗战带来的对流 还将继续搅动着这遥远的大后方 几年之后 中央日报记者张先至经过官邻 这里已经有了不少旅店 他住的旅店新建不久 但四壁已被过往的旅行诗人提满了长短距 记得从前在旅馆见到的无非是走进门来笑嘻嘻 三言两语成夫妻 只等五更天明了 各自东西两分离之类的打油诗 但如今旅馆闭上诗也变了痴 有慷慨的 回忆无在离家 一切事也无他 只为杀敌少数 以致便走天涯 如今三年期满 出国杀敌如瓜 最多两年期限 踏平日本樱花 高歌涉属水 月马出前观 远征应免去 世孝马隔环 也有感怀伤识的 云绕观山壁 日寒俊领红 长睡一觉醒 人在话途中 大战力憨 东方即白 岭南风味 与众疏绝 抚云岭之棉更 盼梁晨曦不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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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盼梁晨曦不再得